大家好,我是吴仔 今天跟大家讲一些八卦的新闻 娱乐新闻的东西是要讲的 很多艺人都很恨自己有这些报道 因为这些报道就是他们的存在感 如果没有人讲他们 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市场价值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有些不关事九不八八的 都会说什么一百万零一块 我也要下场踢球 那些就是想拗一些机会回来 不过我经常都说 有这些报道,究竟好还是不好 有些人真的找到吃 有些人以为做话题找到吃 不过做话题做出来后 往往就是令观众反感 他一出来,人家又投诉了 你知道,很多人都有空 你做那个节目的人就去投诉 那么电视台会怎么想呢? 也是差点的 今天看到今集的主角思琦妹 说有东西了 就说有个节目就请了麦玲玲 思琦妹,杨思琦,还有罗琳 还有阿博,是一个叫做 我猜都是讲风水的节目 一讲到风水命理的 就会讲到人的命运 讲得命运就离不开 就说一个女人的感情生活 看到这篇东西都挺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是关乎那个隐形老公的 但是我看到,其实我也想看罗琳 在这篇报道里面有什么说 罗琳也真的很漂亮 说真的,如果你说杨思琦和罗琳 以顏值来计算吧 虽然我想都大二十年了 我觉得罗琳比杨思琦更正 罗琳真的没有变过的 这个节目的主持麦玲玲 就对杨思琦和罗琳都说很佩服 他就说,认为女人结婚之后 责任已经够多了 特别是两位都没有另一半分担 绝对是更加辛苦 这个是串还是什么 没有另一半 杨思琦说她有老公的 那罗琳有没有的呢 我连罗琳是结婚了我也不知道 罗琳有儿子的了 那个儿子可能比我大了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看罗琳我根本上都不知道她多少岁 有些人说我 你不做足资料搜集 做什么资料搜集 看到她这么多就说这么多 下次再说过 你想知道她多少岁 或者你下面告诉我 我估计罗琳起码都大 杨思琦二十年了 麦玲玲就说 觉得她两个非常好 同样是选美出身 杨思琦选美在香港小姐当年 更加是一口气数六个奖 接着就火速安排拍剧 她的出身是相当不错的 你说是一个大热的港姐 她当年真的走运 你说她当年走什么运 我估计就是额头 当年她二十多岁就走额运 她现在走什么运 走鼻运 她整个相最差的就是鼻 这些不是报纸讲我自己讲的 大家都懂得看的 她自己都知道的 山根比较低一点 没有什么气势 反观如果几位 除了罗琳的鼻子比较漂亮之外 就是阿波和麦玲玲其实都不一样 但没有杨思琦的山根气势那么差 很准的 真的 四十岁打后 这些走鼻运的日子 你看到她现在是不一样的 真的不一样的 当年她额头这么谷起 逢真上学凸出来就好 你看到她以前走运走到脚趾尾 可以说她是搞爱情那一部分就出事了 看女人有没有呼缘 有没有男人爱 最重要是看鼻子 她的鼻子真的差一点 但千万不要弄 弄了也没用 真的不行 真的弄不到命运 我也是依书直说而已 我不知道麦玲玲会不会跟她说这些 不过我就是这样看 看见也是准的 杨思琦当年大热讲者 一口气扫六个奖 火速安排拍剧 说她幕前一直都发展得不错 当时突然传出未婚怀孕的消息 一度震惊娱乐圈 她的未婚怀孕不是那么简单 她未婚就不是跟她男朋友未婚怀孕 她跟她男朋友在拍拖 拍了很多年后突然跟第二个未婚怀孕 这些事其实传媒都一直在炒作 大家今天研究一下她究竟还可以怎样混合 因为想走回当年那样 拍剧 思琦妹 说青春 可爱 无公害 我想这些角色就真的做不回了 她想得这些节目 就算是玄学节目 没办法 要讲你一生命运 一定会重提你一件事 杨思琦对这些事就淡淡然 她可能也不太介意了 因为始终都是她的经历 你不能介意的 你根本上已经跟这些事连在一起了 她现在宣传自己也是隐形老公 我稍后会慢慢讲的 杨思琦就说 生小朋友是我的打算 不过之后发生的事 是我跟对方 就括弧 前男友不遂 有问题 没有再在一起 不是大家想象感 她说这件事很简单而已 她说得这么简单 可能有些人就不明白 她说生小朋友是她的打算 但你要想想这句话一点都不简单 你跟一个人拍拖了9年 然后跟另一个男人生孩子是她的打算 这些是什么价值观 简直毁了我的三观 你跟一个人拍拖了9年 然后跟另一个男人生孩子是我的打算 你说意外也好 你说意外没人怪你 其实她是有打算过 这个是自己说的 我看到我眼睛都突然 她说之后发生的事 是我跟对方有问题 没有办法在一起 之后就讲到女儿的生活费 他说对方没给过 那就是钱 她说很简单 我都看得很简单 对了 网上都可以看的了 其实这句话就是 当年她以为有一个 以前认识的人 是有钱的可以照顾到她的 她想着生我BB跟她 对了 生我BB做什么呢 是不是要骂住这个人呢 你还没结婚的 但之后有些事不可以在一起 就决定离开 所以我很难接受这些人的思想就是 你们生儿育女的想法不是建基于爱情的吗 你明白吗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他没钱 没问题的 他冲大头鬼没问题的 你骗我的 但我真的爱你 那我才跟你生BB 但原来不是的 建基于金钱 那不就很糟糕了 所以这件事 很多网友都真的很有意见 我看到的 网上 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没办法 这些所谓的淡淡言 你真是怎样兜都兜不到 杨诗琪就表示了 对方没在经济上支援过女儿的生活费 他认为自己负担到 就没问对方 分开之后 继续完成和无线的合约 不过心情上是有点抑郁的 负担到就没问对方 就是对方负担不了 其实养个小孩 没人夹几千元 一个月都是一个帮补 这一刻 他就没问了 但当年你看到 吴尔利的时候 他都说不用成龙一分一民 但是女儿大了 人始终会有些时间是找不到钱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有境 你说有个隐形老公是可以照顾到他们的 没问题 但如果不是 你说我自己搞定 都没问题 你的性格是这么强的 搞得定自己的 没所谓 应该尊重 女人可以搞得定 有什么所谓 但尊重是尊重他 抽大个女儿那一部分 前面那一部分 就希望小朋友就不要学了 因为这些个个都是这样 不得了 这个世界就真是 乱个乱世家人都可以了 斯奇妹说 当时被追访 看到雜誌标题字眼很不开心 当时都担心前路茫茫 因为生了小朋友 角色就有限制 不过演员就不需要个个都青春笑艳的 我不怕人家怎么看 最紧要我有饭吃 你说想做演员呢 虽然你说演员不用个个青春笑艳 但是你说要做那些什么青春可爱 无公害 真是不可能 这个我有一些研究一下 女人其实说做演员 只有三方面是可以爆红的 说真的 这个不是我说 我不记得哪个前辈说的 很出名 出名到我都不记得了 肯定是很出名 我才记得他说过这个金句 女人做戏要爆红三个时段 一、美女、青春育女 刚刚出来的时候 年轻、青春可仁 一定是那时候 二、做人妈妈 做人妈妈那段时间 就是一个中女 那个小朋友也是小朋友的阶段 就是叫做美的 但是就是中年的女性 不是连登仔说那些 25岁后是中女 那些中女 可能三、四十岁那种 就是江美怡那一种 江美怡以前年轻不红 但是他去到中女的年纪 他就爆红 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江美怡 其实很多都是 年纪大红 杜汶泽的老婆也是 他年纪就不一样 可能他的公司又不得了 不过去到中年的时候 也算是演技上有个肯定 那杨思琦就肯定是这一年纪 不过他的款式就不像中女 老实说他现在的样子 跟十年前的时候是差不多 那就糟了 这些就叫做不大不小了 你想做回以前的东西 不可能 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二十多岁的年纪 除非你超红 你超红 你可以做到年纪好大 60岁扮18岁都可以 我知道大陆还是台湾有个潘营寺 65岁扮18岁 还有张子怡也是扮18岁的 没问题 因为人家很有名 但是你杨思琦是不是有名呢 有名就不是那些作品 有名在她的私生活上 她的角色当然有限制 青春笑艺 无公害那些一定没有她的粉 想包装都包装不到 人家会狂骂你的电视台 如果这样 我觉得如果那电视台有一尾剧集 就很受大家欢迎的 就是那些曾产 宫廷那些东西 她可以做奸妃的 事实上 不是说她本人是 她本人是一个很努力 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女人 不过在角色上面 如果做这些 就是这样 那些观众会觉得 fit class 如果她仍然要扮于一些少女 好像yoyo那样 外面跟她疏呀疏呀 那些人又会亂讲话 告诉你 你说有个老公 好像王浩信那些 看着她 出来这样 咀到嘴都烂的 都有人批评一下 何况 你说私生活 也是有些 不是这么 跟常人一样,我都说得很客气了 所以真的难点出来拍摄 所以你看这么久,好像TVB都还没找回她做drama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你做什么角色,你又保持得这么好 你做Coffee的角色,我记得Coffee当年 她走之前穿着比坚尼,按着马国明 在牵眉那些,你做不做得这些? 你女儿都这么大了,又不能做 做一个有十岁八岁的小朋友的妈妈 她现实生活在,但她的样子又不像 好像小妹那样,差点点 所以我都觉得不太好 而且你说要照顾小朋友,拍剧她拍不了 你早晚凌晨五点,早接早连环三天的,你怎么拍? 不可能,我觉得杨诗琦做回电视 我觉得她也是做主持的 如果观众肯接受她 不知道她行不行 你说这些节目都是找一些玄学家上来看看她的命 她的命都是值得讨论才会找她来说 但最惨的,成篇报道是没有罗琳的 其实我想知道罗琳多些 因为罗琳真的越看越漂亮 哈哈哈哈 但完全没有 所以你说娱乐圈talking point也是很重要的 杨诗琦就说,她说小孩子除了是学费之外 学业上也有不少琐碎的事要理 她表示曾经试过回大陆工作 凌晨三四点回到香港 女儿就告诉她有份功课没做完 她形容就是晴天霹靂 于是火速为她完成才休息 哇,女儿没做功课,为什么你妈妈为她完成? 是不是不懂做? 报纸、杂志都说得不清不错 说到好像是妈妈帮女儿做功课那样 教她做是吗? 但是女儿凌晨三四点都不睡 你说这些家庭也不是那么好 我小时候不是什么有钱家庭 但是家人会叫我早点睡 那你小朋友发育各样 都是需要一个定时定后的休养的 那她就说,女儿也生性 她说,女儿见到妈妈工作辛苦 她有次病了,发烧在床上 她也走来问候她 就说很担心 还抱一抱她,心就立即融化了 这些都是母女之情 看得出她也是一个会顾自己小朋友的妈妈 至于说到,有人问她 会不会期待第二春 这个敏感 杨思琦就说,先头几年就真的不会想的了 她说不会有心情出去和别人结婚 不过当时女儿就说想要弟弟 那女儿就问她 那女儿有没有问起爸爸的东西呢? 那杨思琦就说没有 但是她说想要过爸爸 所以现在很开心 也叫现任的丈夫做爸爸 不断叫爸爸 她恨了很久了 究竟这个爸爸是否真的有实体呢? 很多人都说是虚拟的 我之前都说过了 这个世界要查有没有很容易 这个世界这么多狗仔队 这么多手机 你说不公开而已 你都会出街吧 那女儿 就是所谓那个老公 不跟你一起出街吗? 只是在家里吗? 不是吧? 说笑而已嘛 说真的一个公众人物 你住哪里一定有人知道 我住哪里也有人知道 不要说他 他这么出名 行出行入 那些街坊街里都会知道的 他就说 很少人知道我老公是谁的 因为我老公不是圈内人 是圈外的 不曝光就是尊重对方的决定 他就说自己入行20年 从小看到我大的传媒 有什么可以跟我说 不过老公说不想说 那我只有配合而已 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太多人知道 那问到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不太多人知道你的老公 他说是的 他说网上说我是虚拟老公 说我自己一人分析几个篇出来的 他说我大话就这么大话 他说我觉得很搞笑 他说如果真的大话 我会很辛苦 他说怎么可以想到那么多东西 那别人问他 会不会怪你老公不公开 他就说不会怪他 他说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他说大家是要适应和站在他的角度想 总之现在生活就很开心地说 是的 他自己开心就好了 希望他真的照顾到他的小朋友 有时候那些事情都是过去的 但是他说到好像淡淡然 但是我感觉上其实他当年 在公众的批判里面 都一致觉得他是不当对的了 就算他现在说回 他说当年有女儿是我的决定 哇你听到真的耳朵了 你的决定 喂大哥你当年跟谁9年拖 然后突然跟别人有BB是你的决定 哇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就麻烦了 就是大家会将这些八卦事将心给己 如果我是你又会怎样呢 如果我是你的儿子又会怎样呢 当然有些人就会为他说话 就是说当年那儿子什么什么 就随便吧 其实这个世界什么人看过一点都不同 我现在就看到他就打算出来的 究竟有什么工作适合他做呢 我刚才说过 你说剧集那些很难拍的 你要照顾个小朋友 除非那个老公不是虚拟的 就是实体的 但是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说真的要出来做的 就是老公也不是太照顾到他 你很多结婚之后 基本上都是全职 照顾小朋友的 老公也不舍得你出来做娱乐圈 说真的你说那些女儿有什么好做呢 做到最大事就像Yoyo那样 我说身为人母又疼到嘴都甩 当然有些人就说拍戏而已 但是有些网友都心水清 好像刘青云 一结婚和郭爱明 立刻收起他了 李一勤和盧淑仪结婚 立刻收起盧淑仪 超级多了 林海峰也不让彭凌唱歌 很多人 你说这个圈是不是需要抛头露面呢 当然是 好像现在出来做一个节目 说一说又要重提这些旧事 你觉得这些事真的想要做一世了 就是这样的了 如果我真的能照顾到一个女人 我就不会让她抛头露面出来 搞这么多这些事情了 如果你是喜欢做这一行的 做YouTuber也不错 收入应该也不低得过电视台吧 我刚才说过拍剧就不行了 做主持就看观众接不接受她 如果你是做YouTuber自己搞 可能也会有人来骂 不过起码没有人会不让你做 你的工作就是你自己创造回来的 我觉得这方面对她来说 应该是个出路来的